奴臣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呢 出什么事了 老爷 没事 奴臣正准备到宫里去接您呢 你看您提前回来了 所以回府指引一声 真没事 真没事 那跟着轿子走吧 六串 发什么愣啊 进去 老爷 老爷 何大人 是你吗 我在这 何大人快 快点 郎主 这是怎么回事 人文怎么回事 你赶紧把这拿开 哪个呀 快拿开 那个火 火 快拿开 对对 炸药啊这是 是是是炸药啊 何大人 这要是一响 你整个宅子就算是完蛋了 快拿开 快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你问问你们家大管家就是了 怎么回事 刘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奴臣感冒杀头的风险 全是为了老爷您能平安过关的 平安过关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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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你赶紧给我们解开 好好 好 好 老爷 万万不可 你干什么 当亲老爷我的家来了 他岂止当你的家呀 这炸药一响 你整个宅子不就炸平了吗 何大人 什么 你安得什么心呢 刘全 来人 把这个给我拿下 好 好 刘全 这下好了 我们两个没有驾鹤西行 你倒被抓起来了 来 何大人 先给我们解开 解开 老爷 万万不可呀 他们已经发现了园中症来过和服的铁症 发现了就发现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难道让我替他们寻找失踪人口啊 老爷 人已经寻不回来了 奴才为了一劳永逸 已经将他除去了 人就葬在咱们和服后花园的池塘里 你说什么 此话当真 千知万确 你这个混账东西 老爷 我就要死在这手里了 老爷 此事只有眼前二位人知道 如果将他们除去 不就是万事大吉了 老爷 别犯糊涂 老爷 当断不断 犯兽齐乱呢 和尘 这事我看得清楚 全是刘全一个人所为 本来就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若悬崖勒马 便可回头是岸啊 和尘 老爷 老爷 你以为皇上会信你吗 和尘 老爷 你这刀一举可就万劫不复了呀 老爷 和尘 不要哭了 和尘 何大人 你以为你杀了我们 皇上就不知道你的阴谋了吗 我告诉你 皇上早就开始怀疑你了 皇上早就对你动了杀鸡了 是我弘历在皇上面前担保说 何大人干不出那种杀人灭口的蠢事来 皇上才将信将疑 你要杀了我们 那么等于杀了你自己吗 弘历 你以为我们家老爷是三岁的孩子吗 老爷 不要听他的 快 赶快动手吧 把他带下去 老爷 老爷 慢着 何大人 先把我们放了吧 那是大人 那是大人 刘全 我今儿要一刀杀了你 万了不可 何大人 你不要拦我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我的杀父仇人 快把他带下去 何大人 姑娘 行了 行了 袁姑娘 行了 行了 何大人 行了 别打打杀杀的了 姑娘放心 何某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好 姑娘放心吧 洪大哥 我